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空想来安慰自己的意思 东汉末年 曹操带领着大军去打仗 走到半路 因为天气十分眼热 又找不到水源 士兵个个口干舌燥 身上背着沉重的装备 大家都感到又渴又累 士兵们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 许多人的脚步逐渐放慢下来 几位身体较弱的士兵 因为流汗过多而中暑 跌倒在路上 就连身体强壮的人都快撑不住了 曹操看在眼里 挤在心里 他骑马奔向山岗 望着远处 想寻找有水的地方 可是前方的土地一片干旱 他想着 这下糟了 在这里停留下去 不但会延误作战的时机 还会有大批人马倒下去 我要如何激励大家走出干旱地区呢 曹操想了又想 突然灵机移动 回着另起指向前方 大声喊着 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 结满了酸酸甜甜的梅子 大家再坚持一下 走到那里就可以吃梅子来解渴了 士兵们听了曹操的话 想起梅子的酸味 就好像真的吃到了梅子一样 嘴巴突然分泌出不少口水 精神也振作起来 用尽全身力气继续向前走 曹操趁这个机会整顿部队 终于带领大军走到了有水的地方 解除没水可以喝的困境 后来这个故事被浓缩成妄媒直渴 用来形容以空想来安慰自己 听完故事后 你还记得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就让我来带你回顾故事的重点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缘起 曹操带领大军去打仗 因为天气十分眼热 又找不到水源 大家都感到又渴又累 过程中 曹操为了激励士气 编造前方梅林结了很多果实的谎言 借此让士兵打起精神继续前进 故事的结果 曹操带领大军走到有水的地方 脱离了干旱的困境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望梅止渴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曹操为了提振士兵的精神 而编造谎言 你认为这样的方式是好或不好呢 说说看为什么 如果你是曹操 会用什么方式带领军队走出困境呢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朋友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哦 今天的成语 望梅止渴 是形容以空想来安慰自己 主要会用在 用来表达自我慰藉的情境上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望梅止渴 可以怎么使用吧 井水都干枯了 我们总不能天天望梅止渴 也该想想办法才好 既然不能到现场观赏球赛 回去看电视转播望梅止渴吧 接着 我们来看看与望梅止渴相关的词 有哪些吧 相似的词有 梅林止渴 画柄冲击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同学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